最新消息 冬奥全级铜牌得主黄晓文 今天凌晨解除隔离了 搭车离开防疫旅馆 在离开前他也套路很开心 终于可以回家 回家之后会先好好的休息几天 再开始备战亚运 最新的消息把时间交给记者杨佩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在东京奥运夺下 铜牌的全级好手黄晓文 今天凌晨是解除隔离了 一开始是先在柜台前签名 办理最后的一些手续 接着就走出防疫旅馆 将行李陆续搬上车 先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 可以听到黄晓文说 很开心终于可以回家了 而且还带了很多礼物要给家人 虽然七天的隔离结束了 不过还有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因此他说会在休息一段时间 调整好状态之后呢 继续备战接下来的亚运 而对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不会调整量级呢 他也说要看之后比赛 开出什么量级再做决定 那么黄晓文在这次冬奥比赛中 夺下铜牌 他也迫不及待赶快回家 亲自和好久不见的爸爸 以及阿公分享这份行业 以上是为你找到真消息 战神交捧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